看似无异的线条 貌似夸张的形象 趋于单一的色彩 从中国宋庄到米兰到纽约 它是在袒露自己的心灵 还是在展现我们的世界 中国当代油画家张东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东宏的这些作品将参加2009年11月20日 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的当代艺术个人展 我现在基本上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所有重要的作品基本上都完成了 现在可能是还有一幅比较大的作品正在完成和制作当中 从1996年第一次办各展至今 张东宏已经第六次举办当代艺术的个人展览 为了这一次展览 张东宏已经准备了三年多的时间 我可能还要准备一些关于就是说我作品的整个这个思路啊 包括我创作的整个这个这个这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一些创作的随想 就是说当时在一个什么样情况下做的这些作品呢 所以说这些方面呢 我都在梳理和整理这方面的东西 可能就是在展览之后呢 我还要出一本就是说我的一个专辑 特别是市场这么好的说 你不为市场所动 捐心的去做自己的作品 往自己的需求 寻求突破的方向去发展 因为他的作品原来是很好卖的 市场是特别好的 这一组作品名为物语系列 是张东宏早期的作品 创作于1995年 中国传统的这种鸟笼 那么就是把这个鸟笼啊 就是说原来呢 我画了很多是空笼子 后来呢 就是说又融进了这个笼中的这个有鸟啊 包括钢中的这种鱼啊 瓶中的花 这个整个这个系列呢 当时还是试图跟这种自由 跟这种空灵的人 人生的这种这种这种境遇有一定的关系 瓶中花 钢中鱼 龙中鸟系列 表达的都是竭力要突破人造器物的限制 西方表现主义 是二十世纪初期绘画领域中 特别流行于北欧各国的表现手法 是指艺术中强调表现 艺术家的主观感情和自我感受 而导致客观形态的夸张 变形 乃至怪诞处理的一种思潮 用来发泄内心的苦闷 挪威画家蒙克的呐喊 是西方表现主义的代表作 《物语》系列 每幅单独的作品表面上看 几乎都是中国传统家居生活的小件日用品 但是 这些老式的茶壶 水杯 镜子 器皿 在张东宏的画笔下 由于吸取了西方表现主义简约的绘画手法 画面呈现出了现实与虚幻之间的朦胧感 我觉得是它的一个贴点 因为我觉得一个画面 一个整体的一个 如果你很丰富 很细腻 它是需要慢慢看进去的 但它第一的感觉是不会很强烈 但看进去你才有感受 但如果你一个画面 是很平面的 但原来是很刺激你的视觉的话 它是一下就会打动你 会影响你的感觉刺激 所以这种的也是一种有真判力的 张东宏在物语系列的作品中 吸取了西方表现主义的手法 这幅《刚中语》是物语系列的其中一幅 张东宏用色极其大胆 喜欢使用红黄蓝等颜色 这些色彩看似俗艳 实则明快动人 这是作品《新灯》 张东宏把背景的平图 运用了大量的光鲜艳丽的色彩 使他的画面走出了原来 表现主义的个人宣泻 正是在这一阶段 张东宏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绘画语言 他那个时候创作 他有他也形成自己的风格 但是我想对他那个时候的绘画 我的感觉就是 他是比较艳丽 就是说 另外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漂亮的那种 1996年 新加坡的一家画廊前来中国 无意中看到了张东宏的作品 并邀请他去新加坡办个人展览 张东宏在此之前从未办过个展 对于这一次展览 张东宏并没有多大的信心 只是抱着去国外看一看的态度去新加坡 这一次 张东宏带了25幅物语系列的作品去参展 出乎意料的是 在张东宏布置画展的时候 他的十部作品已经被当地 以及欧洲的收藏家买去 画展一共举办三天 在第二天中午 他的剩余作品都被订购出去了 第一次展览的成功 为张东宏以后半展览积累经验 当时也是觉得很意外 那么当时展览 一共是周末 周末的展览 等到周六的下午的时候 基本上我所有的这些作品也都卖掉了 所以说这个经历 是我在我整个在每年都有这种展览 这次展览 因为毕竟也是第一次到国外 而且第一次的在国外的一个个展 所以说当时呢 这种这种效果 这种场面呢 都非常非常难忘 在一九九八年 在曼谷开唐人画廊的负责人郑林看过张东宏的画后 感觉他的油画作品中有着东方传统文化的韵味 执意邀请他去泰国举办展览 张东宏对当时东南亚地区当代艺术的发展并不了解 只是想着能够出去旅游 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展览仅用一天的时间 他的画全部销售而空 展览过后的一段时间内 不停的有收藏家拿着画册前来订购他的作品 绘画是画家个人情感的表述 是个人内心的感受 张东宏的绘画与许多当代画家的不同在于 他的画中带有一份对现实社会和当代文化背景的思考 他的画是丝的形象载体 并不是关于某种题材的简单描绘 那么我当时还是希望能够通过红颜色 把一种平静的 把一种安逸的 把一种空灵的状态 通过这个红颜色去体现出来 这个在绘画本身上 应该算是一个自我的挑战 那么我在想要通过人物这种载体 或者是这么一个元素 去创作我的作品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利用这种安静的色彩 包括很多环境与道具 都是尽量能够把这种静如止水的状态表现 张东宏的女性人物系列 代表作是阅读中的休闲图 起床后的梳妆和庭院深处 深归幽梦 在这一阶段 张东宏喜欢使用浅淡的绿 红 蓝 灰 黄这些颜色 中国绘画的写意性建立在 行与神逐步过渡的关系中 通过象征寓意的手法 对所画的事物进行表现 在张东宏的绘画中 画家自己认为 结合了这种中国传统式的异象构图 确立了富有东方意味的风格样式 虽然张东宏用的是西方油画的载体 但是张东宏更加推崇中国民族的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虚实结合 带有国画意味的形象塑造的手法 技巧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因为你用什么样的一个工具去表达 工具本身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性的东西 那么可能我在油画表述这个过程当中 我可能是通过油画的材料 可能我更多的是试图想把一种精神的层面东西表现出来 在这些画里 张东宏所要表达的是一个现代女性的娱乐生活片段 或琐碎的日常生活的刹那 看上去画里面的这些女性和那些每日不断发生着的政治 经济 娱乐文化大事件 毫无关系 对画家张东宏而言 这种闲适的生活片段更具有关注的价值 除了画面里的这些女性 在作品中作为衬托人物场景的鸟笼 花瓶 咖啡杯之类器物 在此也直接构成了画面语言的并致元素 如何在艺术精神层面 而不是物理符号层面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 这不仅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家 而且也是西方的艺术家们需要解决的难题 在张东宏的侍女系列的作品中 有着艺术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结合 他运用西方的油画方式 把中国古典服装的造型描绘出来 这种结合体现出现代的静默与喧嚣的双重精神特征 从而在精神层面融化了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对抗 当时的人物这方面作品 应该说还是以灵子为原型的 去做了这么一个系列作品 这个系列作品有当时的花房 包括庭院深处 包括深闺幽梦 当时都是在这个系列作品这么延续下来的 在庭院深处这幅画的画面中 出现的造型 服饰 化妆 充满着现代的意味 而人物的神态 动作 精神 具有传统古典 静默的美 画面的造型 虽然都是同一个女性 但因嵌入了不同的游戏场景 游戏对象 因此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呈现出了张东宏对宁静甜美的渴望 和对一种现代静默的向往 2003年非典的到来 打破了张东宏对理想中宁静生活的向往 在2003年的时候 那么非典在国内开始全面爆发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他打破了原有的内心的这种宁静 开始关心现实社会 这个时期张东宏由理想化的阶段 开始转向对现实社会的关注 作品的走向 也慢慢开始直接反映社会现实 把这种就是 这种关于这种人的这种实用的这种欲望 在自己的这个画面当中呢 就是有所体现 所以说呢 当时呢 就是把这个人的这个嘴的这个局部呢 作为我们的一个载体 张东宏的绘画色彩特别艳丽 源于他用的一种透明颜料 透明颜料呢 他相对来讲颜色呢 比较亮 比较亮丽 而且呢 就是颜色也相对比较饱和 所以说呢 他在他的辅作力呢 比较比较就是 他的那个就是遮盖力比较比较比较弱 张东宏使用透明颜料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1996年之前 张东宏的作品一直使用的是国产颜料 一位台湾的商人买走了张东宏的一幅画 一年后发现颜色也没有完全干透 于是他回到了北京 然后台湾的商人把油画还给了张东宏 并送给了他很多透明颜料 并让张东宏用他给的颜料 再把这幅作品重新画一遍 把前面他原来买买过我的这些作品 我又重新复制了一遍 那么当他看到我就是说第二次复制完这个作品的时候呢 他我自己也感觉非常惊讶 因为我觉得这个作品完全是两个层面 把这幅作品重新完成以后 张东宏发现画出的效果与过去的完全不一样了 从此之后 他便开始使用透明颜料 直到目前的作品中仍然使用的是透明颜料 这种独有的色彩成为张东宏作品的特有风格 张东宏使用的透明颜料 在当时国内几乎是无人使用 而在现在仍然很少有人能驾驭这种颜料色彩的搭配 这一组作品叫做《欲望像花一样》 从最初的一朵玫瑰延续到多数玫瑰 就在这时出现了《漫山红遍》这个系列 那么等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就开始就是说花从慢慢的开始繁衍 将这种山水覆盖的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是第三章 已经还能感受到有山水的存在 但是已经很多了 等到第四复的时候 基本上是属于完全将山水淹没了 在《漫山红遍》这个系列中 从单纯的一枝玫瑰延续到多枝玫瑰 从画面中隐约的可以看出一些中国山水画的踪影 实际上我并不是画这个山水本身 我是想通过山水 作为就文化的一个一个一个象征 或者是一个符号 那么真正体现的 是我想体现出来对文化的这种 是有是无的 就是可以说就是说能看得到摸不到的 那么一种状态 张东宏一九六七年出生在吉林省白山市的一个小县城里 张东宏的父亲是汽车司机 母亲是赤脚医生 张东宏的家乡在长白山脚下的石人镇 在他小的时候 经常会有艺术家来这里写生 张东宏经常痴迷地看着他们 张东宏受到当时来写生的艺术家的影响 从七岁时开始学习绘画 张东宏开始学习绘画时 从素描素写开始学起 他绘画的造型能力 也是从这时开始奠定基础 张老师是我的一个体能老师 因为我觉得在我就是十一二岁左右的时候呢 一直是在跟着他学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给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年仅十岁的张东宏并没有意识到 上美术班和日后的发展会产生什么联系 当时的他并不知道大学里会有美术专业 而美术还可以成为一个职业 1986年张东宏被吉林省艺术学院录取 他选择了油画专业 在大学四年期间 张东宏学习了油画板画和中国画 对这些绘画种类的技巧都有了完整的把握 这个系列的作品叫做海市蜃楼系列 在海市蜃楼这幅作品中 中国的山水被张东宏处理得非常空灵而虚空 似乎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笔触 把一种文化的一种山水观 融入到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 那就是说我们可能通过就是说 那个身边的任何一个物体 都能够承载到就是说 我们对山水的这么一种理解 这幅作品是硕果系列中的一幅 之所以能够把每一粒石榴都画得风影剔透 模糊而又清晰 除了张东宏使用的透明颜料 帮助他达到了色彩的完美之外 他在画布的使用上也很有讲究 张东宏的画布并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的 而是他自己亲手做的 张东宏自己做画布已经有五年之久 他发现从市场上买来的画布平面比较光滑 不能体现他作品中想要的模糊朦胧的质感 于是他开始在画布上下功夫 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材料进行试验 最后选定了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纸巾 把它处理好之后还要用砂纸 再把更粗的这种纤维把它打掉 那么感觉它最后均匀了以后 我们才开始做画 它的画布是用榨汁机做的 榨汁机把紫浆榨成紫浆 榨成紫浆以后加上胶 刷到画布上 张东宏制作画布的材料 是我们生活中使用的纸巾和榨汁机 他把纸巾在水中浸泡过后 在榨汁机里搅拌成碎末 用一种特制的胶把它们粘合在一起 然后一层一层的刮在画布上 等胶晾干后 呈现出的纹理可以使他的画有一种朦胧的感觉 艺术家他应该把世界上最好的材料 最好的画布用在自己最好的作品上 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 这里是艺术家聚集的地方 又被称为画家村 张东宏的工作室于2002年在这里建成 在工作室他正在完成的作品是 爱情保鲜系列中的其中一幅 这是他第六次画这幅作品 张东宏所有的作品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每一幅都要经过几遍的修整 因为他用的透明颜料 每一次画完后颜色都会有变化 画干了之后的色彩都会有所不同 张东宏作品的完成间隔周期都会很长 在等待其中一幅作品干的同时 张东宏就会交替继续创作 或者完成上一个系列没有完成的作品 每一个艺术家应该坚定自己的一个信念 因为无论是你在哪一个角度 无论是你从事的是当代艺术还是传统艺术 我觉得最终应该把艺术本身的问题解决好 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对得起所有的对作品感兴趣的人 他采用腹部微窗切口治疗场科死亡率最高的宫外孕 他在直径不足一毫米的疏软管上施行手术 保留宫外孕女性的育功能 下周一同一时间请收看人物栏目 宫外孕治疗专家张爱华